这只小奶狗可不简单 简直是粘人他妈开门 粘人到家了 兄妹俩只是路过抱了抱 妹妹就想把他带回家养 可爸爸是最讨厌狗的 他只能恋恋不舍地将小奶狗放下 可小奶狗却赖上了他们 兄妹俩在前面走着 小奶狗就在身后跟着 一路晃晃悠悠 然后呆呆地望着他俩 兄妹俩一停下 小奶狗也跟着停下 他从田前小路一直跟到水泥车道 眼看甩不掉他 哥哥想了一个办法 做完这些 他们扭头就跑 跑了一会儿再往后看 小奶狗果然没有跟上来 兄妹俩都有些失望 然而他们刚迈出铺子 他就从前面的田野里跑了出来 原来小奶狗一直都跟着他们 这样都甩不掉他 只能想办法带回家了 女孩先为他吃东西 趁机体验撸狗的快乐 看着撸法长大容易秃头啊 他们找来了爷爷 软磨硬泡真的同意 由他把小奶狗带回家 可爷爷鬼鬼祟祟的样子 一眼就被爸爸发现 他执意把拉链拉开 一颗萌萌的狗头就叹了出来 为此爷爷和爸爸大吵一架 女孩伤心的抱着狗狗离开了 爸爸看到于心不忍 从此小奶狗就多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玛丽 他成了兄妹俩最忠实的玩伴 他们整天在田田兮兮玩耍 就连爸爸也逐渐接受了他 不知不觉玛丽长大了 还生了三只可爱的小奶狗 可爷爷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玛丽懂事的叼来一根木棍 想给爷爷做拐杖 又经过兄妹俩的加工装饰 拐杖成功送到爷爷手里 然而没过多久 村里就发生了许多反常的现象 先是乌鸦成群结队的逃出树林 再就是天上出现了一朵奇怪的云 到了晚上狂风大作 玛丽咬住奶狗脖子 把他们全都叼进狗窝 然后对着屋内不停的吠叫 爷爷孙俩听见也没有多想 但下一秒 整个房间开始剧烈摇晃 没错是地震 一个大衣柜倒下 将爷爷孙俩死压在下面 爷爷牢牢护着孙女 生怕他受到一点伤害 可爷爷的腿却早已血流不止 几分钟后正赶消失 废墟外传来了玛丽的叫声 他被拴在木桩上 只能不停的吠叫往屋里冲 尽管碎玻璃将他的腿划伤 他也没有选择退缩 在一次次的努力下 救助心切的他终于挣脱了束缚 毫不犹豫地冲进废墟里 踩着锋利的碎玻璃找到了爷孙俩 他舔干女孩的泪水 就像在安慰他 别哭 有我在 紧接着他又咬住爷爷的袖子 想把他从废墟里拖出来 可他的力气太小了 即使拼了命的拽 最后反倒让自己撞到了柜子 看到玛丽这么努力 也激发了爷爷强烈的求生欲 这只狗子亲眼看到自己的家 变成一片废墟 而他的主人就埋在废墟下面 他用还在流血的爪子 不停地刨着土 希望将它们救出来 他从黑夜跑到白天 依旧不肯放弃 而他的爪子早已鲜血淋漓 他对着废墟里面吠叫 希望得到主人的回应 而他的孩子也在帮忙一起挖 可这依旧无济于事 突然他听见一些声音 赶紧跑了过去 他穿过田野跨过断桥 不顾满身的疲惫伤口 终于找到了两名救援队员 他朝着队员狂吠 可却被当成了玩闹 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细心的队员终于发现 他似乎是想表达什么 听见这句话 玛丽立刻掉头一路狂奔 两名队员也紧随其后 领着他们来到自家门口 看着眼前的废墟 两名队员立刻开始搜救 玛丽在一旁紧张地监督 很快就发现了被埋的爷孙俩 他们终于被救了出来 这下玛丽可以放心了 很快救援机赶到 队员只能先将爷孙俩带上去 而玛丽和他的孩子 需要暂时留在这里 女孩痛哭着呼唤玛丽的名字 他们因为玛丽得救 可却不能把玛丽一起带出去 一夜伤势严重 救援机准备立刻撤离 玛丽看到救援机飞走 追着他一直跑 一直跑 可他脚掌上伤痕累累 怎么可能跑得过救援机 最后筋疲力尽 只能眼睁睁看着他飞走 很快救援机安全降落 村子里的人全都被救了出来 唯独留下了玛丽和他的孩子 他整天守在门口 期盼着主人回来 他又找到了废墟里的小球 叼着他来到曾经一起玩的草地 希望主人能在这里出现 结果可想而知 扑了个空 从此他变成了一只没有主人的狗 就连乌鸦都开始欺负他 趁他不在攻击他的孩子 玛丽放下食物就冲了上去 虽然赶走了乌鸦 可自己也被抓伤 为了养活三个孩子 玛丽冒险钻进废墟 从冰箱里找吃的 可却被关在了里面 万幸最后撞开了冰箱门 看着孩子们津津有味的吃着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天冷了就给他们找毯子保暖 下雨了就躲在破烂屋檐下避雨 他每天都要叼着小球 跑到草地上等主人回来 可每次都是失望而归 而家里的食物也快吃完了 这时他看到救援机正往山上飞去 他决定带着孩子们上山 这也让他们避过了一次灾难 因为不久之后 整个村子将会被洪水淹没 他们在过桥时又发生了一次渔阵 破烂的木桥不堪重负 玛丽和孩子们全都掉进了河里 幸好玛丽会游泳 她将孩子们全都叼上岸 可自己却累得筋疲力尽 任由雨水落在身上 趴在地上再也不动了 这对兄妹在暴雨中爬山 居然是为了救一条狗 而这条狗曾在地震中救了女孩的命 他们得知村子即将被洪水淹没 于是瞒着大人准备偷偷从山上回去 可余震时不时就会发生 更何况现在还下着暴雨 山路变得异常湿滑危险 女孩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她一声不吭的继续前进 即使脚受伤出血也不愿意停下来 没办法哥哥只能背着她走 两个不到十岁的孩子 就这么互相鼓励坚持着 可妹妹淋过雨之后就发烧了 而爸爸也发现他们不见了 开始漫山遍野的寻找 终于在野外的破旧小屋里找到了兄妹俩 男孩终于忍不住了 抱住爸爸哭了起来 女孩被带到了医院里 而玛丽却始终不知道在哪 这天救援队决定带大家回村子看看 村民们全都把机会让给了女孩一家 他们坐在飞机上 下面是洪水肆虐的痕迹 村子早就被洪水淹没 这让他们更加担心玛丽的安危 他们回到家门口 可这里根本没有玛丽的踪迹 突然女孩像是想到了什么 头也不回的朝远方跑去 她来到经常陪玛丽一起玩的那片草地 可这里依旧没有玛丽的身影 女孩不肯放弃四处寻找 嗓子都要喊哑了 可玛丽依旧没有出现 女孩难过痛哭 难道玛丽真的遇难了 就在一家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一只小奶狗激动的从远处跑来 女孩赶紧冲过去抱住了她 紧接着其他两只小奶狗也高兴的跑了过来 而他们的妈妈玛丽则缓缓的朝这里走来 她浑身变得脏兮兮的 拖着皮皮的身体 回应她的呼唤 随后她跑到女孩身边 和她紧紧的抱在一起 女孩忍不住哭了 玛丽眼中也蓄满了泪水 他们一家终于团聚 狗狗没有人类聪明 没有许多复杂的情绪 因此他们对人类的爱 才能纯粹到没有任何杂志 在真实的地震中 许多家犬都会守在废墟前不肯离开 救援队经常会以此判断下面是否有人 这也让许多人成功获救 所以请善待你身边的狗子 谢谢大家